哇 它好深的水呀 这个鱼塘 上午下大爆鱼 现在排铁 你看鱼过天晴了 上午漫了很多水下去 很多小鱼都冲下去了 走咱们下去捡鱼吧 这好火 好火 啥不得 哇 这是啥呀 哇 这是集中菌 这个雨 雨水都把它泡发了 但是还可以 整天这个新鲜 我今年才第一次发现 成片的集中菌 哇 好新鲜 原本是来找鱼的 结果发现了一大片集中菌 今晚有美味吃了 这个集中菌哈 非常的好吃 美味呀 有一点头在下面 这样的话 它就是明天又会发起来 漂亮太新鲜了 可能要紧一桶我感觉 可能要紧一桶我感觉 根本剪不完了 来送给大家一朵一朵花 我手都拿不了了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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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把他拔完了 天呐 这里面居然还有一桶 好多次 再不剪的话 这两天本来就是下大暴雨 会被那个水泡发的 泡坏的 提着满满一桶的收获 看一下这下面有没有 这个 这个 这个房子 还有一点 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鱼 一百多 泡到的水泡下来 哎呦 哦 你看 这个 小鱼摊子 这种 哦 死掉了 但是也没关系嘛 今天的意外收获 就是那种菌子也不错了 晚上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 今晚咱们用这个鸡中花来煮一盆汤 煮肉片汤 用手把它撕碎 专进去熬汤 好 前连 又 似 都 多 上高 深渊 远 浑 放 猪油 一定要像猪油 很香啊 你 多少 不 是 你 你 你 鸭嘴 你 我 你 我 我 阿里昂中 海面桥和黄金晴 汤子要加一点盐调味就行 嗯好鲜啊 这里加鸡精还要鲜 起锅喽 看起锅喽 Hello,大家好,我是文杰 重庆今天终于降温了 230度,我觉得这个天气真的非常的好 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做一道我们家乡的特色菜 扎辣椒 你是第一个 发现我 天哪,这些辣椒已经被晒成这样 这样子了,扎辣椒的话在我小时候才吃过 到现在我都记得那种味道 其实记忆最深的就是儿时的味道了 咱们今天这个辣椒可能不太够 因为都被晒死掉了 能要上街去买一点 三十几棵辣椒树,栽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我终于知道物价为什么这么贵了 疫情再加上干旱 刚刚我还特意去街上买了一些那个辣椒回来 确实那个栽来太少了,一点都不够 我们弄那个辣椒一定要辣椒多一点才行的 我现在把这个辣椒霸给它弄掉 现在我们准备来剁这个辣椒 现在我们准备来剁这个辣椒 现在要准备一点玉米面 玉米面的话就是比较香一点 它也是粗粮吃了比较健康 这是今年赛的就是黄玉米已经赛干了 这样子 就让这种摸起来有一点颗粒感 不要太细了 这个玉米面给它倒下去 觉得我们很不一样 以您看见我看不到的地方 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 都爱扬起头部听命运的方 今天咱们的就是扎辣椒就这样装好了 记得一周之后提醒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文杰 记得关注我哟 拜拜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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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